如果你plunker,那个地方没有给的话,它这地方就会空白 如果你plunker给的话,上面就会出现最喜欢的球类运动 然后比如说我选了其中一个 篮球就出来了 这个source就把它输入到这个地方,这个把它输入上去 里面的话基本上,就我们刚刚讲的部分 当然利用这个方式的话,有一个缺点 什么样的缺点 特别注意就是说,如果我今天希望把这个的颜色 这个颜色怎么样,改成别的颜色,比如说我今天希望把什么 把spinner的这个下拉清单的部分 这个的下拉清,这个颜色把它改成红色的话 这个改成红色 如果你用这样的写法 它这个颜色不会变更,它会用预设的颜色 那如果说你今天呢 要把这个地方的颜色变更的话,还颇麻烦的,为什么 你必须要把这个的版型给它 这个版型呢,你必须给它一个红色的版型 它放进来之后才可以walk 不然的话,这边没办法去修改它的颜色 OK,那请各位先把这边先做出来好了 然后底下的话,如果做完之后 这上面我有放了一个变化题 什么变化题 你可以看一下在这边有个 练习题 饮料订购系统 比如说我今天希望怎么样 做出来类似像有两个spinner 然后呢,我下单之后的话 可以 看一下,我应该有已经做好的一个spinner的一个 sauce 我看一下 这一个 他就是说,比如说我今天要买一个,买一个那个饮料 然后我点完之后的话,要秀出最后的结果 那有时候各位可以发现,像这个时候我把它执行,奇怪他出现错误 如果你有出现错误,焦哥有一个方法,你可以在bin这个地方 他这边,会帮你compile成两个apk 我把这个apk删掉好了 有时候 这个apk有时候 如果你一执行,没有把旧的砍掉 他 没有办法被再compile,再执行 所以你可以把它砍掉之后 再 他再帮你把它包装成apk 这个时候的话,底下会收出讯息 这个时候呢,他就会丢过来没问题 所以 有的时候啦,像我刚刚也有卡住 其实主要是把bin里面的apk,可以把它砍掉 再重新执行一次,这样就不会有问题 这个练习题的话就这样,比如说我今天 饮料的话 比如说我今天要订一个什么,订一个播放奶茶 那要哪一种,要去冰 冰的,还是去冰,还是温的 比如说我温的 按下订单 我如果今天希望,下面的部分可以显示出来 我订了什么 我的 哪一种,是温的,还是冰的,还是去冰 那里面的话,还有一个 有总共有四种啦,不过最下面这个柠檬汁比较特别 柠檬汁呢,应该没有温的柠檬汁吧 对不对,老板我要那个柠檬汁是 温的 觉得你很奇怪 所以这里的话,只有柠檬汁 它是冰的跟去冰的 其他的 都是 有冰的,去冰,还有一个温的 那这个部分的话 那如果我今天要写一个,类似像这样的一个下订单的系统的话 我该怎么做 按下下订单,底下能够显示出来 是两个spinner 那做法上面的话,我那已经把这个 界面 这边有跟各位秀出来 那怎么做,我想各位可以想想看 变化体,画面先换给各位一下 然后试一下 谢谢大家